辣椒炒肉到底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 以我做香菜十几年的经验告诉你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重点啊 全在辣椒和肉的选择上面 用本地的青辣椒配前腿瘦肉 才是很好的搭配 首先把本地的青椒切成这样的滚刀块 既入味又好看 锅烧空气 把辣椒贴到锅里去炒 这才是炒冷辣椒的关键 放一勺盐进去更入味 炒软以后成熟备用 肥料炒出油脂 放入瘦肉 加点拍蒜小米辣 都说农家菜好吃 其实都是偷偷加了这个豆豉酱 它是优选晾造后的豆豉原胚 还增加了湖南的野生椒 正常的调料啊 它是经过老一辈手艺人 无法自降调配出来的味道 它的口感啊 是那种绵密纯香 续腥提辣的 非常适合家庭调味 我炒的菜啊 基本都放了它 炒香后倒入辣椒 放点生抽跟蚝油 开山大火炒出烟火器 一个地道的湖南小炒肉就做好了 香香辣辣的 简直就是下饭神器 我每次炒这道菜啊 我都要炫三大碗米饭呢 我都手把手教你了 如果你还不会 那真的是打我脸了